大家好,我是仙萌萌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把一块猪肉放进滚烫的开水中煮一煮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经典美食 首先准备一块正宗的猪厚皮股肉 用刀把肉从中间切开 然后顶刀把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一位成都的老大爷 就靠这道菜在成都买了六套房 下面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这道菜的做法 肉片切好以后放入大碗中 进行下一步的处理腌制 下入少许的料酒取清增香 下入精盐一勺增加底味 下入胡椒粉一勺取清 下入半勺小苏打 小苏打能让肉片的口感更加的滑嫩 把所有调料和肉片快速的抓拌均匀 朝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抓紧一分钟 抓着肉片的表皮发粘发干 下入清水小半碗 一斤肉可以打三两个水 往肉片里打水能让肉片的口感更加的滑嫩 把肉片继续朝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抓紧 抓着肉片的表皮发粘发干 下入鸡蛋清一个 把鸡蛋清和肉片快速的抓拌均匀 下入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能让肉片表皮更加的滑嫩 把红薯淀粉和肉片快速的抓拌均匀 让肉片的表皮均匀的裹上一层红薯淀粉 把肉片放进保鲜冰箱 腌制30分钟 锅中的水开锅以后下入金针菇 金针菇是作为肉片的配菜 锅中的水开锅以后 把金针菇煮至20秒钟捞出 放入盘中作为淀菜 接下来下入腌制好的肉片 肉片一定要等锅中水开锅以后下入 煮至10秒钟以后 用漏勺把肉片打散 切记肉片下入锅中以后 不要立即用漏勺打散 以防止肉片脱浆 把肉片煮至一分钟捞出 捞出的肉片立即放入温水盆中 洗掉肉片表皮多余的红薯淀粉 最后把肉片放在金针菇上 这样煮出来的肉片口感非常的滑嫩 接下来调制碗汁 碗中放入切好的红薯米辣 下入做好的蒜末 下入一勺花椒油 下入一勺油破辣子 下入精盐两勺 下入鸡精两勺 下入开水拌碗 把所有调食料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调制好的碗汁均匀的拎在肉片上 一定要让每一片肉都拎上碗汁 有条件的可以撒点性感的小葱花 点缀颜色 一道非常美味的水煮肉片就制作完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您的点赞关注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